您刚刚已经听到了 是吧 胡经理 这就是我当事人 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 所以安生保险 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 赔付这保险金 意味着一个 十九岁男孩的生死 千万别这么说啊 咱们谈判 要用法律说话 保险公司 不接受道德绑架 你迟到了 马娜娜 可不嘛 刚才在门口碰到顾律师 我这脚刚好扭了 我心里这个急啊 结果顾律师啊 怕我脚扭了 走起来会肿 还特意陪着我在门口 多揉了一会儿 马律师编故事的能力 可是一流啊 说话不严谨 我们律师说话 要讲究实事求是 你承认吧 你的当事人 现在为了救他儿子的命 就是在俄保险公司 话不能这么说 人命关天 即便你不同情我的当事人 也应该考虑到 安生保险的公信力 你想救这个孩子 现在有一个办法 我可以去公司申请特事特办 让公司赔付四十万 给你的当事人 你不早说 我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撤回集体诉讼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这桩集体诉讼 跟刘苏宁的案子毫无关系 为什么说 如果你看他外面 也…… 再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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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卫披披披 votes